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小商场 所以舞台是随便搭起的一个台子 面积并不大 甚至还有些简陋 后面就竖着一大块背景板 舞台下方还有许多敲完的金蛋碎片 看起来有些脏乱 虽然只是一个商演 罗家良还是认真对待了这个舞台 穿着一身西装和皮鞋 打扮得整整齐齐相当利落 看不出其实已经58岁了 当罗家良唱起歌的时候 仿佛就像是在开演唱会一样 而不是在走穴 然而可惜的是 台下的观众却是屈指可数 面对罗家良的表演 也没有捧场 相当冷静 现场除了罗家良的歌声 几乎没有第二种声音 也使得场面变得更加尴尬 这段视频曝光后 评论里不少网友都直呼不能接受 曾经TVB一歌 三界势地却沦落到在超市商演 把格调档次都拉低了 也有网友感叹现在真的赚钱不易 要是放在三年前 这个场面想都不敢想 粉丝们有这种心态也不难理解 比较罗家良的实际确实没得说 天地难耳 创世纪 流金岁月 天地豪情 只要是爱看港剧的人基本都看过这些经典影视剧 也正如评论里的网友所说 罗家良曾经三次夺得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男主角奖 也是首位三次夺得此奖项的TVB艺人 在奖项上面更是一齐绝尘 结果现在却和许多十八线的小艺人一样走学捞金 自然就有网友接受不了这种落差感 更有网友直接犀利吐槽罗家良离婚后人气就不行了 把走学原因归结到感情生活上 罗家良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是方敏仪 两人还生有一个儿子 离婚后 罗家良因拍摄《完美结局》和苏妍相识结婚 后来在罗家良51岁之际 两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说起来 罗家良这些年的作品确实一般 也基本都是配角 戏份也不算多 不过走学对于明星来说 也是另外一种赚钱之路 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 像罗家良这样来走学上演的香港老艺人也并不少 光网友拍到过的就有李子雄 刘凯威 汤震业 叶世荣等等 当时大众的反应基本和看见罗家良商演一样 从不敢相信 拿你理解 到坦然对待 话说回来 商演也只是一份工作 没有什么高分之低 当然 比起这些小舞台 还是期待可以在大荧幕上看见罗家良精彩的表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